大家好 欢迎设计财经 ABC 录音是星期四 3月 21 日 夜晚大概十 点半钟度 那么欢迎大家分享 留言赞好和按供言 记得其实是这么多段视频 正所谓有港理台 无穷人 上集我们有很多迷团弄了出来 又好像疑似我们中央减持美债 然后我们认为谈好一个交易 油价是70到80之间又破坏了 再加上日本竟然在加息之下 日元狂射,从140到150 这种反常的现象到底在搞什么呢? 是的,我们先看看 我们继续新闻就要看了 首先,故事就是19号 前晚6月1日的时间 日央航行将提议结束负利率得不如 终于有新闻 就是这个 就决定了 日本央行 就是首次加息 从负0.1变成0-0.1 然后继续取消知识曲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债息由市场决定的 他就说,量化、质化、宽松、QQE 就是质量和质量的意思 就是要缺防控制 完成就好了 他还会继续买日本国债 但是就不会买 ETF和日本房秘产信托基金了 我们再新和你提一次 美元如果不死 美国如果不死,它的盡头就是这样 就是买美股 买美国ETF 买美债就是人人只买的了 这个就是它的盡头 但是它买ETF 买得很厉害 变成日本政府做了大股东 变成国企 公司变成国企 哦,那就是 它就要出售才行 哪有流通性呢? 好了,那新加坡银行呢? 它就说 虽然央行家也不会阻碍到 日本股市的涨势 但是这个是这样的 经济师 你留意了 这个经济师 憑什么这样说呢? 他是一个经济师来的 为什么他觉得 日日央行家息 不会影响今年日股的涨势 有什么经济关系呢? 就这样 通常经济师 都会混合过界 说股市的 但是说 家息不会影响到今年的涨势 大股钱进去? 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说 你完全解释不到日本的涨势 我就认为 没错 第二件事呢 日本央行7月和10月会再加息 这个是日本《产经》新闻的 日本央行月内会再加的 他说 再加一次 10月加息可能会更大 那些 日本人都知道港元很保守 看看这个情况 他心里想要10月的 如果有危险 7月都可以加这个意思 通胀很危险 好了 这个报道就是这样 而日本呢 你看看这个新闻 2月出口增加7.8% 胜如期 A军 嗯 但是 那些电子 那些吃开的 很坏 汽车又不太行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 主要是出口汽车 出口增长大动 但是民用的汽车 又不见他那么厉害啊 这个A军的观察就很适合 你从小看 他做了很多生意 对中国出口增长2.5% 是吧 是 可能不够比亚迪联 没有正常 是吧 出车的电器都不用想 是 但是对美国增加18.4% 对欧盟增加14.6% 但是亚洲整体出口都是2.3% 经济看来比较好 中国和亚洲是2.3% 但是 美国和欧盟呢 就买了多了10% 那么多 A军这么神奇 他们经济好像不太好 尤其欧盟都说自己就来死了 上天都说过 是吧 这些货币 大增的地方 反而就对日本 那么厉害的产品 要求又低了 但是呢 经济差的地方 或者经济不太大的地方 反而就对日本 这些产品的需求大了 好似不是去到民间 但是这两个地方 有个普通的货币 是什么呢 就是 正在发生战争财 对了 要做东西了 对了 这个非常适合逻辑 可能这些 战斗的部件 当是车地打了过去 都不行了 其实很难分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应该是支持 亚乌丁丁那边的情况 接着呢 日本呢 其实呢 虽然好像很多生意 但是都是贸借的 继续 贸易逆差是三千多亿人员 都没有贡献 是少了 直男就说 通胀都没有白 但不知为什么死都这么说 他要维持宽松环境重要 你要留意 如果泰国这样做 死了十世 他又印银纸 又负利率 其实全世界跟他这样做 都死了十世 很久 所以我们很久之前有一集 为什么你的货币 又不是硬货币呢 是因为 你不是老美的小子 其实你正常国家这样走 不要说走这么多年 下一两年都应该死了 要走一路 就让索罗斯走过来 突避了 所以索罗斯不是赚钱 我们呢 我们以前跟你说 好像胡说 胡说胡说 索罗斯不是国际大鳄赚钱 后来你看他呢 其实呢 做这个 什么 Open Social 是不是 那些这样的 基金啊 从政啊 国际有几个儿子从政啊 你看到 如果你又看那些 根本就是 在金融的方法 去帮那些人去做事而已 是啊 所以我们的观察 都 一早已经知道 是这件事情的了 好了 那么 这个要补充回 就是呢 如果大家呢 将战争的定义 还停留在二次世界大战那里 要炸到一片焦土 你勾了 因为呢 其实 以前的战争 那些火力 我说以前真的是 冷兵器时代 那你就算炸了那些人 那土地在那里 那都 你有resources 被你占据了 但是你从热兵器时代 还要有些什么 化学武器等等 那些 你其实真的炸到塌了 那就是焦土 所以呢 继续没有好处 变成了一个战争模式 就是 不如不要打热战 又不是打烂兵器战 而是打金融战 我出了权益之后 那些人死心塌地 帮我的利益做事啊 最重要是代理人嘛 最重要是 学得乌丹丹的 那些议员都是美国籍的 最好 没错 那就搞定了 那些牙 你这么好了 你买了这么久的关子 整个日本的菊牙 再说完这个 先说完 好了 那这个杜边太太 这件事你要留意了 不是说重要的 你先听过 再出征 3月初大买600亿日股 超越外资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上个星期 听过其他报导 之前的1、2月左右 其实日本的零售投资者 是在沽股票的 嗯 是的 但是去到今个星期 就出这件事了 那就是 和你解释 日股仍有得升的原因 这样 那是否就是说 杜边太太们开始接火牌 那他们很明显是一个散户 杜边太太只是一个家庭主婦 你看过家庭主婦 炒赢了大户 没有这么久 通常家庭主婦 第一阵都是加送的 然后就搞到家里没有迷 第二步 这个呢 整个局 最离奇的就是 日元就退出 这个 一点的宽松 是吧 又加息了 那学得老美那样 加息呢 那应该回价上升了 是不是 好了 那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回价呢 是下跌的呢 继续跌穿了 155名的关口 152点多都见过 究竟搞了什么呢 那这个呢 就很 这个很阴谋的 这个纯粹山光白做的 对吧 就是呢 这个老美利益最大 但是日本是怎么做好呢 好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做法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股神德哥的交易 这个呢 根据这个 时间性 发生的情况 你看到 德哥呢 开始进入日本的市场 大概是什么时候 这个 这个 究竟整个局是怎么样呢 好了 整个局呢 其实呢 我们以前都怀疑过一个情况的 那如果你看到经济 是没可能买日股的 你唯一买日股的原因 你知道 他将会赚很多钱 对吧 对吧 那你也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德国是这个 那些手眼 就通天 在美国肯定 对吧 手套通天 对吧 最高层资料 是的 他都知道的 好了 就是说 日本将会赚很多钱 对吧 而不是现在赚好一些 是将回 所以他就买了 但是他买的方法 是借发债 是这个巴郡 发日元债来买 所以呢 同一时间 他的交易要成立 是日本日元 是会下跌的 所以如果只拿钱去买日本日元 日本股票是不行的 一定要借日本日元 来买日股才行 因为日本日元 会跌很多才对的 对吧 这个逻辑 你也知道 德哥 他发债 上年年未还发 你可以查一下 我记得 上年年未发的债 在港及 在日央行 加息之前 发债 是不是发达 即息也不用 低于息发债 也挺过瘾 好了 这么多东西加上 但是如果你想想 如果 我们都知道 这些高人 是知道答案的人 如果 日元将会上升 那你说 德哥 他会不会借日元 来买日股呢 日元会上升 他就拿美金去买日股 他知道日元会跌 是的 我想说 其实 不非得的交易 已经说了答案 给你听 我先说 你正常的交易员 去年 袭击日本央行的交易员 他做的交易是什么 他呢 就是 沽日元 又沽 这个 又沽 这个 日本政府债券 为什么 美国不停加息 那日元应该跌 所以就沽日元 但是呢 有机会日本 就绝地反击是什么 加息 是的 他加息 那日元爆上来 我沽日元 我就死了 作为聪明的对冲基金 他就这样 作为聪明的对冲基金 如果你胆敢加息的时候 我也同样 沽了你的债券 沽空的债券 所以当你一加息的时候 那些债券一塌塌下来 我亦都赚 对冲基金就是这样 什么情况发生 都会赚钱 那叫做对冲基金 是他想像的情况 你留意 如果根据这个经济的逻辑 那个人应该是 沽日元和沽日本资产的 对不对 但是德哥 他是沽日元和买日本资产的股票 所以他的逻辑 就是政治逻辑之一 就是我们很久之前说了 根本不是经济逻辑 是的 他想回复之前老英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明治维生时代 就扶植起日本 就围剿中央了 所以要输血奉活 就是给他生意去做 但是给他生意去做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小时候 有知道日本的情况 你会知道日本的公司是互控的 一个不行的时候 那些银行就像债转股 你不懂得就 那些金融和保险公司 互持股票 让他们不倒 不然银行就倒了 所以令到外国人收购很近 如果你记得我们几个星期前的报导 德哥 巴菲德就是股神 就叫保险公司 放回互控股票 为什么要炒起来 因为以前 那些日本公司 都是在高位附近 开始互控的 所以如果他在 日本股市低位的时候 解除互控 他就会虧很多钱 甚至是倒闭的 VIO来说 对 VIO来说 对 所以现在就要炒回 成本价上跌 所以现在清仓互控 他就不会输钱了 你明白吗 他就打平所位赚 他就可以拆了 好了 拆完之后怎么做呢 拆完之后 这个直男 直男他加息 你说现在都没有通胀 其实现在呢 他说为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都没算 真正的通胀 就没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日日日 如果日本复活日日日 要去到200多日日 还是专门抑到200区 我觉得是大半年前都跟你说过 如果不然的话 你不止了 对 所以他现在就拆掉那种 要不得了 好了 那些先 准备加息 因为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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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那么多 的息口 要再高上去 好了 你反过去 为什么日本之前 要那么低息 对不对 他自己按不受 我们也说过 日本低息的时候 日本企业 优势 日本央行又不断买日股 日股ETF就放山股民 日本人借钱又这么便宜 正常的杜鞭太太是沽了日圆去买美债 不知多息 没错,这样痛息最好 阿文贏了,还要日圆下跌 你会看到2022年 俄乌战争开始,美国不断扯息 杜鞭太太就动手,日圆就跌至PK 由一零几,一一几,直插到一五几 没错 杜鞭太太做的事很合逻辑 因为套五零息,用0.1几的价钱 之前日圆零息是用来顶美债 如果日圆加息,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不顶美债 那为什么不顶美债呢? 有其他买家或者自食其力 你说得非常适合 你听着 好了,整个大战略很明显 中央赚了很多美金 现在还是 首两季,出口率增加了7% 没错,没错 贸易顺差 这两个月就直接令到那些人不知怎样兜 对 但是他赚了这么多美金 那我们的主席又不想买美债 那些美金被他赚了,他又不买美债 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唯有作为inverse 或者搞一大一路 那中央这样做 但是老美高不高兴? 当然不肯了 那就是一直冤枉你 好了,所以老美是否 情愿将生意给一些 肯买美债的人做 那就是日本肯了 好了,所以日本 不需要用金融来买 是用经营出入口的盈利来买 将会是这样的 整个局是这样的 那就是什么呢? 但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了? 那我就跟你说了 你要把灵魂 肉身出卖了之后 才能接到老美的大单 就像TikTok那样 你的肉身都不属于他 你在老美就赚不到钱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基于规则的金融秩序 因为日本的企业 必须要外资前大半 像韩国人那样 韩国人就是在 2000年的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 入了摩道 从此就飞煌腾达了 你想不想发达? 所以就要把 互控股份 趁一套演的时候 套出来之后 就不知道怎么办 好了,但是你是这个美国人 会不会在日经高位的时候 去买他的股份呢? 那我就真的要你再重复一下 没错 那 所以 有机会 我们也说过了 引爆金融风暴的 可以是 日本 你记得 好了 你看到的情况 日本就将会 像以前泰国那样 你记得泰国金融风暴 是怎样的? 股市是怎样的? 泰国股市 金融风暴 股市就下跌了 那些汇价呢? 都跌到价值 那你觉得 日本这个时候 发生是否很合逻辑? 整件事 如果 我在这里忽发奇想 如果 日本政府 譬如要挽救一下日元 其他地方 就可能要 订阅证券 出来 然后就买回 它 但是 如果他不订日本的债券 那他会 扔一些ETF出去呢? 他扔一些ETF出去 不然可以 在跌下去的时候 外国资金 买回这些股票 是的 那他 扔了出去的时候 他可以 扔ETF出去 那 就 不会影响到债市 同时间 现在也有现金 去买回 维持日元会价 有需要的时候 叫做微调 那样 是的 股权就去了西人 是的 必须要 必须要 出卖身体 才有这个钱赚 知道吗? 这个一定要 必须的 所以 其实日本就会发达 不过发达之前 要先死了才行 要先进了地獄 才可以发达的 对 因为发达的时候 是不关你的事 才让你发达的 是的 对 如果你有自主意识 是不能发达的 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就是你死了之后 灵魂坏了给人 然后你以为 在享受 其实灵魂是被人享受的 还有好几样的年代后果 第一 日本这样加息 有很多日本的企业 可能是借了一些日元 去买外国资产 但是 它的息口越来越高的时候 它可能就要扭出来了 尤其是日本金融风暴 它是否要卖外国的东西 东南亚的抗生 可以卖出来 那老美就冲出来 所以 反过来 日本就很伤 是否这么说 你要留意 会不会 这个事情很阴谋 会不会安佩健 这个主子要求要他的命 他灵死不从 所以他就要 就死了 是吧 而他的鸡任人 岸田 是吧 岸田 岸田 也是他的鸡任人 是吧 他们都灵死不屈 所以就被人爆了 是吧 就被人爆了 是的 由于 他们似乎都配合了 日股就上升了 这个日股的上升是地狱的快车 杜边太太也落达了 似乎这一转冲上去就将会非常之强劲 接下来杜边太太这几十年的积蓄 那你记不记得南韩当时有什么干劲 卖金 是的 族女时所收到的那些金器 全部都要用回了 是的 相信将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这个加完息之后日英还跌 这个是非常之恐怖的 即是说基本上是操作的一个大操作 那你将会看到日股继续升 而日英就不知为什么 越加息就越跌 那你发现就会引发这个恐慌 就和97年的泰国 就是现在的日本 这样我想就差不多了 所以连老美那边都说 6月的时候有机会要宽松一下 是的 也解释了包工 不知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减三次息 你想想完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说 控通胀的逻辑是什么 就不是老美 就不是老美买少些东西 是其他人买少些东西 油价一样跌 日本PK油价一样跌 我才不需要PK的 是吧 没错 会不会是这样的 这件事是非常大的局 好了 那杜篇太太 你也知道日本人存钱存了很多年 你记得了 控宿 就将30年前存下的钱 现在都拗出来了 和2022年开始 在老美上赚的利息 都全入了日股 这件事 日经应该是5万点 起码 你要留意 这就是整个交易的逻辑 就是这样 你说德哥 应该跌不到德哥的位置 跌完之后 还有的 你见德哥的位置买 说不定现在 他卖给杜篇太太 是的 他可能做一个操作 买一卖再收拾也行 因为 那些这么大的钱 他一早想好 一早知道后面才可以 不是做不到的 其实 那我就由德哥的切入时间 就是安晦先游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德哥就去买入股 还有他的交易的结构 就推理了后面生干八糟 我们说明了 有没有证据 当然没有了 是吧 如果给我们讲中 是为什么呢 给我们讲中 就是因为 我们是看得出了 教科书没有教理的背后真相 不是 我们看得出了 是实属不幸的 哈哈哈哈 不幸就是 你读了这么多年书 都在老坤里 你说多不幸 是啊 如果中了 那你又为什么呢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去了 中国富裕家庭 哎呀 15年来再次下跌了 那 富裕家庭数量下跌了 是啊 房地产下跌了这么多 是啊 这样呢 那这个最富裕的城市 是北京、上海和香港 接着就 深圳和广州 就是第二个Tier 原来就是我们香港了 哦 我们收入了政治命令 一定要把香港加进去 哦 原来是这样 接着另外 那当然了 香港的房子跌了 对吧 香港的重金 我们研究一下 这个中国高静值人群 投资首算是黄金的 咦 那么容易走数啊 海外资产呢 佔资产六分之一 最想投香港和新加坡 告诉你 所以香港的房子是OK的 记住啦 好了 这个就是A军 之前已经不小心爆了 我们记得 现在呢 这个中央呢 就是11月和12月都争持美债 哦 那我们呢 之前的解释是 为什么争持美债呢 说得好 是的 因为加加有求 老美那边呢 就 我们估计啊 是开始就想 不要那么 Tightening 有回转空间 于是乎 哎 你回转啊 那又需要人买美债 那我先买美债 然后你继续 你的Promise 给大家回转 那么中央的经济 也没有那么辛苦 是的 所以呢 这个这样的 中央就帮老美的美债 包括日本 当然 帮老美的美债 顶过了12月 银行就不用倒閉 那一月是不是任务完成了 那一月就继续减持了 所以这个观察 跟我们的推理是一样的 这件事没有人敢说的 只有我 全国的网台 只有我们这样说的 我没有听过别人那么疯狂的 但是这件事 就有预见能力了 见到 那我们作为这个推理呢 如果事后发生的结果 跟我们的故事一样呢 我就假设一开始 作的故事就对了 唯有是这样 是的 因为那些人 只是看着 怎样账面赚钱 是没有想过全面的策略 没有想过 金融是为了政治服务 是的 所以跟他顶了美债 所以为什么说今年很危险呢 因为你去年都过不了 今年美债只有更多 今年怎么过呢 今年年尾 你自己想 我想不行了 我就没有功力想到 怎么办 我搞不行了 我做包工高兵 我就做不行了 很明显 是断场 好了 美团呢 就新一轮高层调整 日本很危险 我只能够说 如果日元再跌 日本加息都跌 是非常之危险的事情 非常之危险的这件事 是的 因为他这个和那些对冲基金 做的交易是调转的 所以个个都输的 之前有些部署都是 还有呢 老美呢 是穷到呢 吃完欧洲之后 现在可能要吃日本 要吃日本 为什么他要 因为日本他有买了很多海外资产 他要吐出来 这一幕要他吐出来 那老美那些人不买了 有多酷 对吧 日本呢 听到外面有多个日本 比起老美 吃了原本的日本的肉身 在他身外化身的分身都吃完 就搞定了 看来日本也够吃了 看来 对吧 好了 美团高层要调动 中国政府就说 要封杀TikTok TikTok的老板似乎很亲密 哎呀 之前几年 在中国做这个媒体生意很危险 就去美国 怎样美国就有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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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这部股东基金叫华平 不知道是不是海外中国人做的 其实 他要负回了曼达商场资金 投了下去的钱 要拔出来 拔不了 现在很明显 是逼死他 是不是这么说 那他不能周转出事 是啊 所以呢 曼达商管的股份都被凍结 因为商场拆出来 可能拿了他 物业本利的股份都不明白 好了 中海油呢 他在这个境内的拨抬发现 亿吨级油田 所以八八三星就傻了 是啊 这个就是资源股的逻辑 他挖挖挖挖挖挖挖出货币 就翻达了 好了 这个呢 这个是Coke Coke 真的是Coke 这个呢 他隐瞒中国市iPhone需求下降 老美的那些人 中国什么样子都不知 他不不出声 就想到中国的iPhone都很好卖 是不是 这件事要补充,Iloan现在在内地的排名 市场购买竟然是低于10% 很正常,买这么超贵的,黏了线 最新的版本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搞到我也想转去用鸿蒙 那些东西搞得怎么样 在内地链回一辆车,内地车又便宜 30多万一个,更好得飞起 然后用手机控制,自己过瘾 这个随着时代进步才行 下车之后,程式控制泊车 接着有李强说,找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寻产、补充、补充 这个就是,不知是否呢 总之就是鼓励一些人出家 就不知是鼓励农民养活些三农 还是说真的,粮食突然之间 在暴风雨前夕的时候 变得特别重要了 是的,因为这样下去的粮食越来越贵 也是适合的预期 这个主席就说 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则 生产力的生产力 新则生产力呢 我们在其他节目也看过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本身就是新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用一些新的生产力 去辅助一些旧的企业 例如的 怎样去 AI的 去增加 Efficiency 人生产力 也有很多的空间 经典是什么呢 那些新则生产力是怎样呢 例如在酒店那里 你要在房间那里点东西 你点一点过来 机械人送过来 那就省下个人 那就新则生产力了 那些人不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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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也不用上班了 那些人也不用上班了 那就做其他更加有意义的东西了 没那么多有意义的事 那怎么办呢 做个网红也好 其实你的工人 就是你的客人 你用AI代替你的工人 同一时间是弄死了你自己的客人 这件事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你移动到其他城市 是 希望去一些AI的城市 是 因为你未发展到那里 就先用人力 一路向中部 西部发展 对了 武民想 这个是越共的主席 就是 涉为党规自己辞职 这件事就有些问题 这件事 应该是我看过的报导 说这个 武民想是越南的共青团的人 共青团是以能力 在民间之中 中央也是这样 所以这些官员 就倾向亲媚的自由派 其实这件事 就是他们内部作为理讯 这个政策路线 内部 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内房其实都是 清宿 都是跟这个逻辑一样的 都是一些亲媚 自由派的人 官员 地方政府 牵涉在里面 一定要把利益集团 全部瓦解 才可以 让他们全部吐出来 由于 这个他家印 做数 虚增五千几亿收 就去借钱 就成了 所以 就要罚几十亿 那终身 不准再去股市了 你看他的相 我看他的相 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你问我 他的眼睛都挺漂亮 但是呢 那个 不知道他多少岁呢 但是这个 这四十多岁应该 开过一次的 不过之后应该都OK的 看他这样 晚年会好一点 这样 不知道刚好 好了 吉利汽车今年完成销售目标 充满信心 因为经常被人唱 说不行的 对不对 竞争又 激烈又盛 其实我都买他也可以的 你知道内地人比较保守 他没有什么股市的压力 你不跟 Cook那样 他的生意少了都不敢跟人家说 对不对 F4那些 对不对 还有他没有压力多的 还有什么 击克啊什么东西 都很多东西 还有你内地的管理层 不是买得多的 你猜得准都是管理的能力 对不对 你买得100万架 你催200万架 那就是露点 对不对 除了因为你 例如估计低一点的产率 你真的做到 那表示你 事先都知道了这个情况 是第二种能力 对不对 不是每次都谷大了才是 对不对 那内地公开发行 50年长期的特别国债 50年你会买啊你 公楼都不用50年了吗 对啊 还有一个人的生命太短了 你50年收回的钱也没什么用了 那可能被其他国家投了 这个似乎是 是吧 国家 基金投了 人就不会投那么长 太长了 50年了 我觉得要绝对 对一个人来说 对啊 对啊 这样子我们也说过了 应该这条街道都不少这个 境外的人民币的 这样 对啊 给别人一些东西 叫做吸收一下啦 那些境外人民币 去买下那些长期的东西啦 对啊 接着呢 就是啊 黄泉福在上海 和这个傅克会面 那当然啦 傅克就是阿曲 就戏居了嘛 对不对 就保税 对不对 那他们从竞争关系 变成没什么竞争关系 就可以见面了 A军 哎呀 如果你还做这些智能车的话呢 比亚迪就 就没什么和你见面的 incentive 但是你如果做手机了 比亚迪电子要很多提供给你 对啦 那就这样的情况了 那 那这个为什么 苹果会 搞不定的呢 A军 收到一下 哎呀 就是这样的 江湖也有这样的传说啦 苹果那边呢 就搞这个智能汽车呢 的研发人员呢 大概是2000人左右啦 但是呢 如果是跟我们中央那些比 宁德时代做电池而已 万几呀 万五六左右啦 对啦 接着呢 你随便执一间 的卫小利那些呢 其实呢 都说的呢 七八九千啦 限限的啦 那就是换句说话呢 研发人员的数目呢 就多了你几倍 好了 再看完啦 那我们就像你们相信啦 它的增长率呢 未必及得上研发人员多那些的 还有啊 你要看完啊 这个基数啊 前排啦 这个读苹果那边 都还说 哎呀 我2022多年的时候会出的 是2.5代的这个智能駕駛 喂大佬 现在都2.5代 全街都是打算卖向第3代和第4代啦 你说不过多年之后才是2.5代 你神经病的呀 哈哈哈哈 对啦 所以都搞不定啦 也有道理的啦 你说多人有什么特别呢 经过这个经济学呢 越多人做研究呢 找到这个突破的机会率就越高了 因为研究好像扎色仔那样的 而只要一个人突破到呢 整个行业就升级了 这个R&D的邏輯 这个经济学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见内地呢 就不断地爆破了 还有呢 这个内地呢 你见他说 每间东西请了1万人做研究 好像很厉害 但是内地好像每年出千几万个 这个功课人员 对呀 还有其实内地呢 现在是很厉害到呢 已经经常说一句话 你如果是拿着个学生课 那你去那边站咯 拿了个研究生 那你可以走近一点点的 入房那些是PhD咯 是啊 这个中国人都是相信红的 迷信去迷信的地步 就是呢 其实他们去到呢 站的那些呢 就是这个Bachelors Degree 坐的那些就是Master Degree 入房谈的那些就是PhD 真的是这样 不过呢 就是这样的 不过呢 我觉得啦 Code都齐 这次都是不行的 都是Code 怎样呢 因为气局居的逻辑 如果是这样 就是去搞这个 其他东西 他好像说搞这个 AI嘛 是不是 之前上述说 搞AI 难道中国的AI engineer 又比美国的苹果少呢 你猜吗 其实我想说呢 我们的AI呢 突破的速度呢 是令到各方面呢 都跌了眼镜地这么快的 例如呢 就有某些方面呢 这个的民心呢 都已经是超过了那个 我们用得了很多的 微软那个的了 哦 所以其实已经开始呢 由对方链压式的那样东西呢 现在变成了开始是 各线性强 甚至乎呢 不同的 developer呢 开始就着自己 银食那样呢 就 做很多东西 例如有些呢 是专门的AI呢 就去作文的 写小说的 有些的AI呢 就专门 就画图的 有些是专门作曲的 有些专门帮你写程式的 哦 OK啦 所以呢 那中国的AI工程师都不惹事嘛 似乎它都未必搞得到 可以关系 还有你如果这样踩上去呢 可能现在呢 你要想一下 AI 你那个定位是哪方面的AI呢 没有啦 你一年千几个工科人员 毕业 你除开个个都 哪个方面都有 一万几千人 都是这么多的 就是你变成说 你苹果那样 你真是哪方面的AI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来的 对啦 那这个呢 就是 就看啦 不如它炒了才算啦 可能AI爆完也没做完啦 是不是这样说 接着 我们将会在几年之后 会有一个 达到 TrackGP3.5水平的 一个AI出来 对啦 那美银呢 就缩禁香港总部办公室面而已 这样啦 这样呢 就是这个 哈 当然啦 又是Rifton Home的问题啦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啦 跟着呢 他总部办公室呢 搬到去 九龙湾那边 省租 那么金融呢 金融业的收入啊 似乎越来越难做啦 这个是普遍的现象 另外啦 那这个呢 你见啦 哈 香岛官员 都说做家族办公室啦 这个哈 四大之一的德琴 已经说呢 做了30间 已经发现有生意了 这样啦 嗯 没错没错 还有呢 李家超呢 那个团队啦 也都说 整多了一大堆的 办公室来啦 或者是招商引资 都很多事情都做了的 是啊 那么他是不是这么聪明呢 当然是 有高人指点啦 或者铺路啦 首先 你发现呢 因为这个中港官员的训练 不是有这些视野的 没错 因为呢 这个杜拜的邮长的侄子 拿了5亿美计在香港开家族办公室啦 这个是 这个是啦 这个不是 只是他呀 他有这么多亲朋戚友 你知道这些邮长的啦 是不是 我才记得了 自己不做的 就先找个宅住先啦 是啊 这个延盡将会继续 都说税低很重要的 所以呢 这个波波 这个波叔都给他一个赞 他精准地知道香港的价值 不要跟我说 放逐税机的王居啦 千万不要说这些东西啦 好了 接着呢 另外啦 第二件事 杜拜证交所呢 竟然将自己拿着NASDA的股份呢 做placement的放出去喔 大哥 那这个呢 当然都是高位出货都很贵心啦 是不是 那呢 就是我们 我们看今年啦 有这个暗涌 是不是 杜拜的高人都看到啦 但是呢 这个呢 也是一个现象喔 杜拜证交所呢 可能呢 他知道可能呢 没有那么多钱去老美的嘛 那NASDA的生意都到顶啦 还走咩 那接着又多了钱 就来到香岛了喔 有机会的 我们再看啦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沙特阿拉伯等国 他们有成一万六千人访港的喔 耶 搞多些东西啦 这样啦 搞多些东西玩 香港的气候都很容易 没那么浪费啦 是不是 这样啦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那之前呢 有些人唱高着股票派货 那些人一鸡几美喔 派货之后呢 唱高之后派货之前呢 还非法沽空了 哇 没办法喔 踩多一下喔 非法沽空了就 是啊 其实唱高也犯法啦 反正都是啦 他什么怕 就是一几乎两千位 是啊 但是一定捉到的 神经病 收到钱就最实际 谁知道要偷出来 是啊 如果你知道 这个证监怎样做事 你一定一定拉到的 你绝对被他拉到的 因为他问了全香港 你走不掉的 绝对 是啊 好啦 这样呢 那证监会和内地协同 增加这个互联互充啦 那其实都是疏到境外太多的 境外人民币啦 似乎 是不是 没错 甚至乎 给多些啊 境外的人民币 投回来也好 都有很多方法的 对啦 给多些东西买啦 咦 又厉害啦 本地居民呢 去年总收入升8.8 我完全感受不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不是说人均啊 他是说呢 居民总收入啊 所以如果多了一些人 多了一些高材拿来呢 就出粮呢 这个都成立的 就是本地留在那里 就没有这个新的刺激 外面进来的那些就全部高材 所以立刻拉高了 但是逻辑上面呢 你多了一些收入 多一些消费啊 都是三番的 Eventually 你也有份啦 我们也有份啦 所以呢 就高材通那些呢 就来到香岛那里 就周围拍摄啊 拍下小红书啊 香岛那些就回深圳那里消费了啊 是啊 还有啊 会租楼和买楼啊 一批的 耶 是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就今天说到这里了啊 喂 又是那句 深谶一下啊 好了 好了 深谶一下呢就是 想不到呢 这个 这个呢 啊 日本的剧本呢 竟然是走呢 这个 非常之啊 之前说过 好像故事那样的情节啊 非常之大的剧本啊 是啊 不过这件事就合成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中央赚那么多美金啊 又不买美债啊 美元的环流是做不到的 其实它很合理 都真的一定不让生意做的 这个是对的 就是从它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 因为如果不是你的钱 又不回来买美债的 美债就没有人买 是不是这么说呢 是啊 所以呢 日本那边又要不停买美债啦 是啊 那日本就很听话买这么多美债 都不听话买了 不听话买了 但是似乎吃饼之前 要先写起肉身才有饼吃啊 这次呢 所以呢 就说这次啊 可能这个啊 还要查到杜边太太 最后一注钱啦 接着呢 有一些震荡出来呢 所以令到联储局那边 都说哎呦 我们还有机会减息啊 是啊 因为包工说 一定减三次息的这个逻辑 是没有逻辑的 这一刻如果你来看经济 完全没有这个逻辑在里面的 是啊 是啊 我就作为老美的人来说呢 我就不会减低消费的啦 减低啊 其他人减低 那全世界通胀都下跌咯 那谁呢 那谁呢 加上那些人来挡的啦 是啊 油价自然下跌 需求少了嘛 是不是 你少一点啦 不是我是不是 我印银纸有通胀 你们少一点 令到商品价钱下跌 那我的通胀就没有啦 这就是归于规则的秩序咯 是啊 这个就是规则了 说到这里啦 是啊 所以大家要看着 日本呢 比丁白蓝那样上啦 但是呢 日本日元 加息呢 都还要回啊 哎呀 这个很危险啊 会不会触发到一些啊 真是让全球以外有震荡的东西 搞到老美啊 预期说要减三次息 真是让他预期成功呢 那大家要拭目以待 看得实啦 那谁都看得实啦 当然是黏着港利台啦 正所谓有港利台 很穷人嘛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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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